台南市政府议长会选案在迄今一年多审理之后 29号下午3点中宣判 包含了议长邱莉莉、副议长林志展跟郭在清等十位的被告 全部都因为罪嫌不足判处无罪 而邱莉莉第一时间面对判决 雨带哽咽 她表示说感谢司法终于还她清白 而副议长林志展则低调表示尊重司法判决 我非常感谢司法还我一个清白 我想我更要感谢的是这一路走来 非常支持我给我温暖的我的亲戚朋友 还有最重要的是台南市议会每一位议员 尤其是台南市议会的民进党团 我们所有的议员先进的信任 那么我想这个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总算的成员招选 那我真的再一次的谢谢 真的谢谢大家的关心 跟一路的支持 谢谢 我相信自己 因为我是清白的 这一些的指控都不是事实 所以我因为我相信自己 这些都不是事实 所以其实我从 这一则起书案件到现在 我事实上是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感触非常的深刻 那么我在想未来 我也会再思考未来的这个路 要怎么样再来让自己走得比较顺遂 那做更多的事情来回馈乡亲 对我的这个支持 今天对这次的办法 我们府议长你有什么感受 我尽量使我来办法 好来看的是 其实台南市议会民运党团 周家伟到庭听判之后 他表示感谢法院明察秋毫之外 也象征整起选举的一个公正性 更期许中央党部可以适时 解除议长邱莉莉 议长副议长林志展停权的一个处分